这一次呢来华盛顿其实三个月前我就已经订了酒店 估算了今年樱花盛开的时期 结果最终呢全都压错了 然后呢从来的第一天到今天白天都在下雨 没有一个晴天 有那么一会晴了 也就短暂的半个小时吧 现在呢正好赶上暴风雨后的日落 我呢抓紧时间把他们都被捕捉下来 这路边呢其实就有一些樱花 但是我刚才走近了发现呢 基本上有点蟹了 因为前两天呢有点下雨 哎 这棵树 我说你刚才那边那好一点 来DC拍樱花的人啊 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还算人少的时候呢 这个地儿的天气变化的还挺快 刚才还晴天的 现在又阴起来了 挺冷的 今天早上和昨天呢下雨了 所以说这个樱花 基本上被打掉了一部分 每年都没谱 如果大风下雨 这樱花都会快速的脱落 所以它花期就会变得很短了 这只直接伸到水里了 特别漂亮 对吧 你 嗯 嗯 嗯 我发现这樱花树呢 都不像咱们平时那种树 它树干不直 都是这种七了百弯的 有一些大疙瘩 所以还挺有艺术感的 像一个一个的雕塑一样 阴天天气不好 游客又多 可能有的时候会感觉挺扫兴的 所以不如从这里边找一点 有乐趣的东西 现在咱们就开始拍树干 看看这些树干都长得有多奇怪 把它们一一地记录下来 观想您再来的时候 看看它们还是不是原来的样子 每一个人使用的拍摄方法 其实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习惯经验 以及自己对这个画面的一个判断 这个相机的曝光呢 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 一定这样做是对的 或者一定这样做是错的 要根据拍摄的对象来实时的调整 比如我现在拍摄的这个树干呢 它就属于一个深色系的 而这些樱花呢 又是非常浅的白色 它就是一个很难平衡曝光的这么一个情景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当然我们可以使用全手动的曝光 去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曝光 当然呢 也可以使用我之前说过的这个曝光锁定的按键 其次呢 还可以使用曝光补偿 所以啊 您会发现摄影盘难就难在 一件事 有至少两种以上的解决方案 那具体用哪一种 那就看自己的判断了 现在呢 我在拍摄这棵树 在等树下的人离开这儿 像这种穿的衣服 特别鲜艳的人一定得避开它 因为它在这个画面当中太明显了 差不多了 来一个试试 还有一两个人 但是你们刚才好了很多了 先来一张 这可能是近期我看到的人最多的一天 往常在纽约拍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都是包场拍 周围呢 整个公园可能就只有我一个人 有偶尔几个人在跑步 但是现在呢 我看那边有大量的游客 开始往这边涌入了 这个纪念堂门口呢 也都坐满了游客 当拍摄的这个照片呢 想体现的是建筑的宏伟的时候呢 我当然希望人越少越好 但是来到这种游客密集的旅游景点 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呢通常呢 我都会选择使用减光滤镜 让快门速度变得很低 也就是我之前说过的白天的长曝光 但是即便是长曝光呢 它也不能让所有的人全部都被去掉 那些在相机曝光过程当中没有移动的人 比如说坐在那休息的人 或者是放在那没有移动的小滑板车 它呢就会被记录在这张照片里 但是使用长曝光的拍摄方法呢 至少可以让这张照片里边的人脸 不是一个特别实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基本上就起到了 我们想要拍一个旅游景点 绿掉一些游客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它走了 它刚才特地从那个池子那过来找我了 因为我刚才跟它搭讪来的 今天的明显比我昨天来踩点的时候 人要少多了 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几个游客呢 在我的画面里边 所以咱们还是用老办法加一个ND减光滤镜 把这些人给去掉 人越少越好去 转动CPL 看一下水面还有天空的对比度 CPL可以增加天空云的层次 现在的快门速度为二十五分之一秒 咱们加一个六档的减光滤镜 ND64 去掉人的效果呢不是特别的明显 还是换到十档 看一下 对比下面水面这种深色的颜色呢 天空现在就会显得有那点亮 所以我决定加一个界面滤镜 降低一下天空的曝光 两分钟曝光 好了 很多时候啊 咱这照片如果想让它变得更完美呢 那就是多拍 等的时间长一点 只要能熬得住就能拍到那个完美的照片 其实是很 wound 就不过肯定一段购物门笔 逛逛 1906年7月 1893年 1926年 水下摄影 1906年 4月 1906年 4月 1906年 4月 从博物馆出来之后 第一大感触是地球上 卷有着这么多的生物 这些野生动物摄影师 是如此的伟大 另外一个感触就是 看到这些照片 什么逆光紫边 像素不够 边缘即便 以及景深的问题 都不是事 只要能拍下来 记录下来 那一时刻 就是伟大的 下雨了 开始糟了 盼了一天 终于不下雨了 但是呢 也没什么日落了 走到下边 发现这个房间 没真的好高好大 前面正好有点银花树 在这拍一张吧 用四五一百 拍了一下发现 实在是太大了 根本就放不进来 换成这个二三的广角 看一下效果 换成广角之后呢 房间被有点倾斜了 所以需要在周围 留出一些空隙 在后期的时候 再把它的校正回来 这一次的DC櫻花之旅呢 就在一个期待了好几天 不下雨的晚上结束了 我这抛开的 也差不多快没电了 一会呢 我再绕着这周围呢 拍一些照片 感谢观看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追光笔记 咱们下期见 我是Edy 拜拜 感谢观看